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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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没有看出的是 袁术居然有这么愚蠢 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 这么愚蠢的人 一不留神 我居然把他看成了豪杰 我草草居然把猪狗看成了龙凤 你们说我错不错 错啊 祖公园以为率先称帝的应该是袁绍 却没想到袁术抢先称了帝 天下祝侯当中 袁练 袁术 袁术 袁术的实力强过我 刘备孙策之流就不必提了 我早就看出二元皆有称帝之心 没想到的是 抢先称帝的是袁术而不是袁绍 由此可见 袁绍要比袁术聪明得多 拥有这么多的兵马 城池 却又这么聪明 你们说我是气是不气 主公只怕是又气又喜吧 在下认为 如今汉庭就安在许昌 主公已是天下第一重臣 现在朝廷外有人篡汉建卫 不更显得主公是汉室栋梁 朝廷争宗了吗 在下建议 主公以汉帝之名发布习文 找天下诸侯叫逆服汉 袁术 佣兵三四十万 是我的两倍有余啊 袁术兵马虽多 但其不闻天五夕不堪一击 此其一 其二 袁术季公开窜逆 则天下侧目神人共愤 师道寡助 袁少等人也不会援助于他 主公一旦发兵 则无人敢当 其三 袁术称帝之后 主公掌中的天子 也就随之贬值了 因为天下有了两个皇帝 如果主公做事不管 那么第三个 第四个皇帝 就会纷纷冒出来 到那时 主公掌中的天子 又有何用呢 更重要的 可能是其次 主公一旦发兵搅拟 那是高举皇旗 替天行道 主公自然就会成为 天下诸侯的盟主 各阵诸侯如不奉赵 那就是复密 各阵诸侯如果奉赵 那就等于承认主公 天下之地位 比夺几座城池 要好得多 说得对 那你估计 他们奉赵不奉了吗 不用估计 诸侯们肯定各个奉赵 但一个都不会出兵 因为 他们都在忙自己那点事 听令 主 寻谕撰写讨贼西文不告天下 遵命 主 国家撰写天子诏书 诏令 袁绍 刘表 吕布 马腾 公孙瓒 凡是收过朝廷赤丰的祝侯 每一个都给他们发一道诏书 令他们速速派兵 助我讨贼 遵命 主 曹洪 徐楚 为正副先锋 率军两万 率先开拔 诺 诺 曹仁 掌仁掌中军 夏侯敦殿后 整军十八万待命 诺 诺 明日我及进宫奏告天子 之后祭天出师 有 速音 要 论 速音 速音 起 速音 快 诺 速音 速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爱卿啊 朕拜你为护国大将军 执节乐 行皇命 持天子剑 承天子作驾 号令天下王师 宝贵祂 皇帝 闭上王子 ує上王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主公有何忧虑 莫非元术势大难以取胜 我忧虑的不是元术 而是吕布 我担心我们跟元术交战的时候 吕布会再次投袭我们的后方 不会 为何不会 官作是我 我就会 吕布并非主公 虽然他天下无敌 但他的头脑 却抵上主公的一个手指头 但他有陈公相助啊 恰恰是陈公 不会让吕布援助元术 因为那就意味着负义 将自取其后 再者 好 上次吕布偷袭衍周 被主公打了大败 还岂敢重蹈处置 可我们这回是倾城而出啊 吕布又多疑了 吕布并不知道衍周是最通常 以吕布的心计 他万万不必想到 即算是成功想到了 吕布也不敢贸然进屋 现在吕布的心思 反而会更担心 武功会不会假图禁脚元术 半道上趁势拿下徐州 没错 我这个人是多疑 成也多疑 败也多疑 就在此刻 我心中仍有一道忧虑 你能否为我排解 请主公示下 此次争讨元术 我们必须战胜 你们一旦败了 天下诸侯都能笑歪了嘴 他们会说 草草绞贼不成反背贼脚 到那时我们就成了贼了 他们会向恶狼仰护上来 浑尸我们的身体 挖分我们的地盘 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断人有此 那您以为 我们怎样才能战胜元术呢 击中全部兵力 不惜一切代价 直到元术的维都受寸 这不正是我的禁军方略吗 正是 在下认为这也是 战胜元术的唯一方略 清主公不必多疑了 多谢 是 保护的王 小心 停下 停下 你 你 川隋君主部 主公 大军出发前 我曾下过严令 你还记得吗 备知记得 说 主公严令 各级将士 我等奉赵讨贼 为民除害 现在正是卖赎之计 反过卖田时 不准践踏 如有践踏者 当斩 现在我的作家 践踏了这片卖田 该当何罪啊 这 备知 备知万文不可 将主公之罪啊 自个儿立的军规 自个儿违反 何以负重 监来 现在 我令你执此剑 砍下我的头颅 以正军阀 主公 在下万文不敢 万文不敢哪 主公 春秋有大义 罚不加一尊 主公 不要自强 春秋 汇言乱言 我问你 如果法不加一尊 那么立法何用 主公博得好 主公你想过没有 你是奉赵讨贼 你要是轻生了 那谁率大军讨贼 谁为天下臣民 除害 这话说的才算有点道理 我既身负 熬贼大人 就 斩浅 饶过我的性命 独龙不加一尊 为天下 主公名 近日 我阁法带手 马日 立功相赎 将曹操的首级 传世三军 遵命 主公犯令 本该斩首施众 念主公 身负绞贼大人 暂且免死 则其立功自赎 先割下主公头发 以待其手 传世三军将士 行 报 禀商将军 重视皇帝员术 派使者前来觐见 言廷 诺 臣寿春宫中常事 奉皇旨拜见尚将军 你来干什么 臣此来特为尚将军 喝喜 什么喜事 我主家尊地位之后 已经立太子为储君 闻尚将军有一女 年已急机 特遣在下 携聘礼前来求情 将尚将军之女 配与我家太子为妃 两家永结秦晋之好 共图大业 把礼贪拿来我瞧瞧 我主有言 百年之后太子将即位 而尚将军之女 就是重视皇后了 母仪天下 好 我愿意把女儿嫁给原家太子 恭喜尚将军 战相 公太先生为何阻拦呢 车里是上将军的女儿吧 是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 重视皇帝的太子妃了 荒唐 如此大事 岂能办得如此荒唐啊 愿受教 受聘成婚 古有定力 是为天子一年 诸侯半年 大夫一计 庶民一月 重视皇帝刚下聘礼 即刻就要迎亲 这才几天呢 难道我们上将军的女儿 还不如庶民之女吗 陛下认为 乱世可以从全 既然婚事已定 就应该早办早好 以免 持者生变 不 元术已尽地位 又是为东宫太子取亲 更应该遵从 天子之礼 为天下子民表率 转告重视皇帝 受春宫一年之后 再来迎亲 尔等听令 车驾掉头回城 遵命 回城 我这才刚刚出城几天 你就犯下如此大错 你竟然去跟元术 去接什么儿女亲家 元术开国称帝 娶我女儿做太子妃 这有何不好 我们有她做强员 谁敢犯我徐州 正是因为元术窜逆 我们才应该跟她划清界限 难道你要去做反贼的亲家 去强着为她殉葬吗 你知道吗 曹操已经发布了讨贼席文 号令天下主侯剿灭元术 而且她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出征了 十日之内 必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这时候元术取亲 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 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 你懂吗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都已经答应元术了 你虽然已经答应元术 但我也已经告诉了使者 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 一年之后 我们再把女儿送回去 我们且看元术这个皇帝 是否能够做长久 如果做得下去 太子妃是他的 如果做不下去 也不至于殃及到我们 好 好 奉献啊 以后有什么事情 请务必和我商量之后 再做决定 行了 知道了 报 尚将军 天子诏书到 请 请 诺 元术被军篡逆 以成国贼 朕以拜曹涛为护国大将军 统领天下王师征讨元术 特赤吕布为徐周牧 即日率兵出征 钦此 请转咒陛下 尚将军奉证 快 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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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廷终于把徐州墓封给我了 不是曹廷 是曹操 曹操之所以把徐州封给你 其用意和袁术取亲是一样的 就是要把你绑在他的战车上 是是是 那我到底受不受风 发不发兵啊 当然受风 但不可发兵 我们要做官曹元的生态 知道了 诸公何事赵王 沈玉 是 此处就是我们赵令讨贼王室季节的地方 正是 五天了 那些奉赵的诸侯一个都没有来 对 祖公营早有预料 那当然 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 有一个人 他算不上什么诸侯 却率领了区区几千兵马前来驻站 谁 刘备 刘备 我倒把此人给忘了 刘备乃汉氏后裔 立志匡扶天下 那当然他最恨贼子 刘备乃 刘备乃乃 刘备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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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让我左右为难 把你叫来就是想问问你 我是应该用他呢 还是应该杀他 杀 为何 刘备处有英雄大志 刘备 industrie 一方后患 嗯 嗯 知道了 你去吧 叫郭家来 是 大哥 我们赶了五百里到这里讨财 曹操这丝好大的架子 竟敢如存慢待我们 咱们走人吧 三弟别动 曹操身为护国大将军 又与我有戏 你总要给他一些时间思量 助攻照我何事 刚才寻遇 叫我杀了刘备以绝后患 你一下如何 臣以为不妥 主公率大军讨原贼 当已信义行天下 刘备素有一名 此次又是主动奉赵带兵驻战 如果主公杀了他 那么从此之后 天下的闲人意识都会果足止步 再不敢为主公 再不敢为主公消灭 此时杀一人 还是天下人性 臣以为断断不可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去吧 叫承豫来 遵命 在下 沙哥 拜见主公 承豫 刚才郭家让我 不要杀刘备 是 寻遇让我杀了他 你意下如何 刘备是当时的英雄 又是主公未来的大患 在下建议 主公先用之 但用罢之后 再杀之以除后患 好 知道了 你去吧 主公是怎么跟你说的 主公问你什么 你先说 你先 二位 你们是怎么回答主公的 我建议主公杀刘备 我建议主公用刘备 我建议主公先用之 再杀之 主公一向多疑 我们已经将三种选择交给了主公 何起何从 那就由主公自己决断了 再随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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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将军继灵侨蕊 不敌关羽张飞 先后备战 此刻 曹操大军已经包围寿春全城 南门告急 西门将士也仍在浴血奋战 急盼援军啊 快快 令张勋杨凤率虎奔军出战 令雷布突破城围 到淮南去请戈镇将军前来奸敌 禀陛下 曹操军兵封日盛 他们急于速战 而我们则不可重他的奸计呀 所成避战 坚守待援 方为上策呀 不错 不错 曹操远道而来 粮草不足 他才急于攻陷受处 如果我们再坚持三十天 曹操必定断粮 到时候 我们举全军与他决战 必定取胜了 陛下明鉴 主公 大军出征已经二十三天 现在粮食快涌尽了 你还可支应几日 最多三天 那可不行 你务必要支应十日 那时粮草方可运到 三日制粮 如何才能支应十日啊 你可改用小豆焚发 这 叫什么要是吃不饱肚子 闹出事情来怎么 我自有良策 你照办就行 遵命 这不是让个女级 你真是让她看 那你真是让她看 那是让她看 来 来看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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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когда 这不是谁啊 这不是谁啊 你给我打仗 令我不好快打仗 吃不了吗 吃饱了 你打着啊 拿手 来 吃饱了 李永安靠不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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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安靠不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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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这些日子 引中怨言四起 军心斗不掉啊 走啊 走啊 李永安靠不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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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召我何事 想借你一样东西 以安军心 盼你不要千令 主公想借什么东西 借你相上人头 不过此物 我只能借 不能还了 主公 主公 在下无罪呀 主公 我知道你无罪 但是不杀你恐怕会激起兵变 你放心 你死后 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待他们 会比待自己的父母更孝顺 你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 我待他们 会比自己的儿子更亲近 再说了 你的儿子待在你的身边 不会有待在我的身边 这么更有出息 你说对不对啊 主公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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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在 将此人军前征服 诺 主公饶命啊 主公饶命啊 主公 弟兄们 你们都看见了吧 掌粮主部 贪污俊粮 已被斩首示众 主公有令 把所有的粮食 酒肉 都拿出来 让弟兄们吃饱贺族之后 全力攻城 三日之内 如攻不下授春 自本将开始 所有人 接斩 准备 三日之内 二日之内 给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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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們 恭賜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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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inferior 给我听着 你给我守住城市 为令招 将军 将军 得很高地 除了 起来 你快起来 救命 救命 叶子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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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小心 1 2 3 1 2 3 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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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安德 元术起兵是损兵这价 三十万人马 剩下不到三万人 正往淮南逃亡 我听说他打马出城的时候 一步一口血 已经命在旦夕了 经此一役 孟德兄功垂古今 名震天下 刘备恭喜曹公了 若无足下相助 我岂能成此大功 雪安德啊 不要走了 留下 你我联手 咱们定能成宏图大业 多谢曹公盛情 只是 我不家眷都在徐州 他们也早有妄规之心 还请曹公准许我重返小配吧 我早就听说 宣德至大 不会甘居我曹操之下 今日看来 此话不假呀 哪里哪里 曹公兵强马壮 文武劫备 多在下一人不嫌多 少在下一人不嫌少 还请曹公 能够履行先前诺言 准许在下告辞 徐州原本就是你的 是被吕布硬夺走的 你跟吕布 表面上看起来 成兄道弟 唇齿相依 实则 明争暗斗 不嫌多 互相提防 你说 我说得是也不是 曹公之言不确 坦率地说 吕布与在下 互相提防是真 唇齿相依也是真 没错 还是玄德说得透彻 既如此 为何还要再回小配呢 须知吕布 吕布多便如虎 贪狠如狼 像你这样的仁义之师 取那种地方 岂不是住在了狼窝边上了 恕在下直言 吕布虽然贪狠如狼 曹公却视如龙虎 在下待在狼身边 总比待在虎身边 要太平些吧 好 既然如此 我就 不强留你了 不过我有言在先 徐州嘛 我早晚是要带大军去拜防令 好 陶谦杀害我父亲的仇物还没有报 身为仁子 以孝为先 是 附仇不共戴天呀 曹公 陶谦 早已经归天了 你还是不放过他吗 陶谦虽然死了 可他儿子还在啊 我要 陆其子 绝其坟 便是谢坟 照在下看来 曹公是以赴复仇为名 攻取叙州 是又如何 恕在下直言 当曹公大军到时 在下将被迫与吕布联手 殊死相抗 曹公若暂时不想杀在下的话 容在下告辞 可更小的 要是 不想到 你还能拨打 你还不想到 你也没想到 我可以借吕布之手了 传命办事 为徐昌 周公 咱们为何 不攻卸徐州呢 此意 我们 损失了有两万多人马 兵马粮草都需要补充 不便再战 再说徐州方面 国家已有安排 我们只需静待 徐州省边 承命 天地之间 并着 直播 伴留向远方 书藏万卷修子梦 细说梦里带戏凝望 功成身对早幻想 平安心中心 不欲对卸妖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